萬里山元第二拍 剛剛跟這個農場主人 老闆 聊了一下 老闆謝謝 然後現在要繼續拍 然後他十月這邊有奇異果可以買喔 從這邊拍一張 謝謝 從上坡往下拍是真的滿漂亮的 滿壯觀的 嗯 漂亮 還個往下面走還有喔 大頭腳椅啦 不要啦 呵呵 最漂亮就最漂亮 很大齁 這邊 這是有山甲地 都是老闆 他那樣精心種植的 走下去還有 一定要走下去拍 從電線桿走下去 哇 一整片 可以走一圈 電線桿 喔 要往電線桿方向走 喔 老闆有說有一些旅行社很惡劣阿 就說已經有付錢了 結果 又騙他老婆說 ㄟ 剛剛已經付給老闆 就是 不曉得該怎麼講 有些同業真的是滿惡劣的 阿就 每個人都 給這個門票就好啦 幹嘛要騙來騙去 人家的 種畜也是很辛苦的 喔 漂亮 這是桃花嗎 應該是桃花 不大 他的霧色音跟招合音真的很厲害 很大 老闆有說 這邊下面可以走一圈很漂亮 但是 走的時候要小心 那邊沒有梨花 現在是最盛開啟啦 過兩天可能還有 過兩天可能還有 真的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一隻有聽到嗡嗡的聲音 可能有人在使用空拍機 從剛剛的山路開車下來的時候 就有看到這滿山並別的 雲花 這大概到228 那3月之後其實也有 但是 沒有像現在這麼漂亮 就是老闆剛剛跟我講的 就這幾天 所以 後天 明天的團我可以考慮帶來這裡 等明後天再說吧 看狀況 希望是好天氣 下雨天就不來 因為下雨天開這個山路真的滿危險的 然後如果老闆 他有更大的地 他就會按照不同品種 批示這種 像恩愛農場那樣 哇 漂亮 蟲鳴鳥叫 今天一整天都聽到這個鳥叫聲 很舒服 像剛剛在走這個 拉拉山 神木群的時候也是 不過我只有走到2號 就折返去吃午餐 我就來這個祕境 再繞一圈 有些已經長出葉子 就這一條小路 就這一條小路 走一圈上去 這邊有竹林 其實這邊山的景色就很美了 我可以連續走好幾天 我有9塊費了 好 就先拍到這了 以上